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Origate 你是韭菜嗎 你被當作韭菜收割了嗎 還是你都在收割韭菜啊 這是一個完全不想負責任 投資分享報導的頻道 教你如何賠錢的頻道 不招收會員不收費 只想分享跟取暖 就是用老韭菜賠錢的經驗 來賺流量的 只需要 只需要 你的按讚訂閱以及分享 參考的經驗呢 是一個被割了18年老韭菜的交易行為 內容我可以跟你保證 完全是看圖說故事 你沒有聽錯就是看圖說故事 影片錄製的方式呢 都用直播的方式去錄製 沒有後製 所以字幕是用手機的軟體去排版的 有看到錯別字的部分 請多多見諒 那接下來呢 我用最實際的數值 以及直白的語言 來分析這個市長 你看不懂的 可以回放 右上角有個齒輪 可以點詢問播放 看個100次 看個1000次 看到你懂為止 那影片的過程當中 會有格局的示意圖 建議用格局的示意圖 去對照你的標的物 看有沒有相同的走法 你就知道 你現在買的價格 是在做空想上班的地方 還是做多想上班的地方 盡量去做到盤整要賺 噴出去要賺 底單要留 停損不來 就賭它到天花板 還是賭到地板 那首先呢 我們就進入今天的台子競選 大的格局呢 去過 那個影片右上方那邊有連結 你們可以去看那個 之前標的物格局的分析 那我們就直接都從60分K開始做分析 記得奧利給昨天有說 在這邊 在左邊 右邊還沒發生的事情之前 我們先去看左邊 左邊 目前13871 這個價格 或是13858 850這個價格 就是 做多會去想上班的地方 你昨天有撈底 有吃到的恭喜你 今天呢 符合奧利給所言 第一口出這裡 第二口呢 第二口堵他到天花板 目前又創了一個 還是在格局內 但是就目前就 這邊就屬於比較 賣壓會比較重 不是說在這邊就一定轉空 是說因為這邊 之前有一堆人套在這邊 然後這邊有一個頭 兩個頭 三個頭 這之前都有分享過 套牢在這邊 所以會形成說 他價格來到這裡 容易形成一股賣壓 至少目前看來 沒有像這樣的賣壓那麼沉重 是整坡整坡一直下來 還是橫在這裡 所以奧利給昨天有建議說 他的格局 第一個觀察這個 尤其在噴出的時候 他在大漲大跌之前 還是在強調一下 你看他格局大跌以後呢 他有沒有第一個 有沒有走橫盤 有沒有止跌 那如果說 未來齁 你看到在相對低點的位置 或是你做多想上班地方的位置 就是 看他有沒有橫盤 有沒有止跌 有的話你就跟著布局看看 阿停存防守 一樣是防守 這邊的這個下緣 記得奧利給昨天說建議吃蛋的位置 約約在 13382左右 13882啦 或是說13872這邊 可以建倉看看 阿確實他有一個下去上來 又有一個下去上來 阿應該都可以吃得到 吃得到以後呢 要觀察什麼 13940過去不能再收回來 不容易 不然會容易形成什麼 假突破 那假突破的格局就會徹底 徹前低 阿你看他整個公出段的時候 有沒有 就確實沒有收下來 而且是整個一股腦的 直接往上噴 阿確實 第一個目標也來這邊達正 那噴出以後呢 你要做空的 或是想再加碼做多的 一樣 我們先觀察他噴出後的 盤審格局的高點低點 再做判斷 要不要做空單或做多單 阿目前看來 看來的格局就是 就是以今天 昨天夜盤噴出 第一個低點就是 約略在176 它是在反應這一段 喔 戳一下呢 就整個上去有沒有 147 176這裡 有沒有 170 這邊戳一下就上去呢 然後就開始反應 左邊這一段 喔 阿然後再過前高了呢 再反應 左邊這一段 阿目前看來是 還沒有達正喔 這就比較可行喔 這上去不能再收回來 收回來容易怎樣 測這個前滴 阿目前看來是 是格局 還在爬樓梯啦 阿但是 這個我最 就比較不喜歡看到這個 阿希望這邊喔 這邊265有熟啦 或是收盤喔 收在265以上 那明後天應該可以 可以期待期待這個頭 去撞這個頭 那我們先分析今天的格局 它開高以後 第一個低點是大概在153 153 150這邊本來是壓力 噴出去後 回側搓 沒有收在147以下 最低來到153而已 阿就變成說 在這裡就容易形成壓力 變成支撐的地方 所以它新的格局 就約列在153 153跟多少 我們先看一下 高點是254 低點是153 所以坡幅大概100點 那它做這100點的盤整的等幅測距的話 如果再往上 嘎空 嘎上去 應該可以看到350 我們看有沒有到350 目前看到有沒有 最高是到346 這個是 345 這是比較可惜阿 阿但是也差不多了 就是說這一波做多了 認輸了 它本來是254有做空的 然後整個嘎 嘎了大概 接近100點 大概在345這邊 阿也算這一波的滿足區 也到了 阿建艙的部分呢 就建議 建議一樣 去觀察在這邊 265 跌下去有沒有收回來 或是說在這邊 像這裡 像這裡一樣 再橫多一點 橫盤走 長不上去沒關係 但是也不要跌下來 然後橫盤走多一點 那它有可能就在做另外一波 這一波大概100點的等幅測 往上嘎 再去挑戰 挑戰這個高 阿另外看到 我們再把圖縮小一點去看 為什麼這裡 這裡 350會容易上不去 也剛好比照那個左右對陣路 有沒有 左邊這邊 一個頭部 一個底部 然後上去又一個頭部 又一個底部 這邊有一堆兄弟套在這邊阿 所以在這邊就容易形成盤整 以及賣壓 因為它假設它不小心凹單嘛 然後凹在可能350左右 340跟350左右的價格 那今天有機會撞這個價格 假設是你的話 你一解套你會不會想吧 會 這裡假設一個K線代表一個兄弟 你看這裡是幾個兄弟套在這邊 那它一樣吃下圓的 它好不容易解套了 它一定是想先解套再說 先丟出去嘛 然後回檔再看它在哪裡止疊 它再去佈局 都還有一百多點左右的空間 可以再去吃回來 我們先截圖 我看它的那個是不是大概這樣 這邊 這邊 大敞大敵以後不要急著吃單 先把做空 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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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上班的地方看出來 我們再去找它盤整疊不下去的位置去吃看看 比如說這 這裡一次 這裡兩次 這裡三次 一樣 這邊賣過一次 賣過兩次 三次 第四次到了 所以容易在這條線上 它的賣壓就會比較大 那這一波如果說整個上去的話 因為目前還是在格局內 那如果說 萬一有機會整個軋上去 軋到450以上 不再收回450 那它 它就有可能就去達成那個 這一波的 停損的等幅測去 就有可能軋到這上面去 那夜盤 剛才的情況就是說 那個265 或是250的價格 盡量不要收在265或250以下 要不然它就容易形成這樣 做空的上班 去做做空該賺的波段 萬一下面又失守的話 就有可能形成 這個向下 向下灌的等幅測局 那一樣喔 所以 今明兩天的波幅 應該會比較大 應該也會越來越大 因為它的 橫盤的格局是這樣子 波幅大概是約略 我們抓600點好了 所以說低點就是138 139 13800跟13900左右 高點可能就是 14300 或14400左右 這個都變成是 做空想上班 跟做多想上班的地方 橫盤格局大約有600點 那整個停損 但如果丟出來的話 往上嘎 應該有機會嘎到 14900 或是14600以上 但是 我們有看到那個 左邊這邊的圖嗎 我記得這邊 14600 也有個套牢區 前兩天的 14 1450 16450 跟 16490那邊 也有個套牢區 所以還有兩個關卡要過 那這兩個關卡 如果有過的話 順利的話應該可以 攻上 約略 約略那個 14900左右的價格 當然是做好我們想 最完美的策略跟那個 如果萬一失敗勒 失敗先觀察 往下 13850跟 13900那邊有沒有手 有沒有盤整 如果說有手 防守成功的話 那就應該有可能再做 做一次這樣 上下上下的 的那個 盤整格局 好 接著我們回到標地屋這邊 那他創新高以後呢 這邊如果真的手癢要吃單的 雖然是不太建議 但是真的要吃的話 建議觀察這個點 他創新高以後的第一個低點 約略在170 做170跟那個 350這邊的 盤整格局的 操作策略 一樣喔 跌破 跌破你可能設個 10點20點還是多少 跌破就不要了 那個低頂就不要 或者是想辦法把它調節掉 因為他有可能在這邊 形成一個左肩 頭部 然後這邊等下反彈 高又不夠高 就有可能 右肩也成形 然後整個就直接 又回車到這裡 所以聽什麼 該守的還是要守 啊 啊 目前慣性還是在往上 還是爬樓梯的狀態 看起來是還好 最低也來到222左右 那222這邊的新高以後的盤整格局呢 是約略14220跟14365 波幅大概130點 那我們極短線要做的話 就是假設222 有止跌有支撐 那我們就是222 接近222 價格吃單 然後可能就是346 或340這邊出 出單 就326以上 觀察站上326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那個壓力 上去有沒有再收回來 波幅大概是120 30點 看你要賺幾點自己去抓 或是說 或是說 你就吃兩口 等他 停存不來 你就賭他到天花板 賭他到這邊的天花板 還是往上尬上去 那如果萬一失守的話呢 波幅我們抓120點來講的話 222萬一失守的話 他應該就回車111 110左右 約略這邊的價格 因為222-100嘛 所以都大概111 110左右 14110那邊 再看那邊有沒有什麼東西 那一樣喔 耳體命命 像這樣下來 不要直接吃 下來看他走橫盤 齁 在橫盤的下雨 再吃看看 再開始布局 齁 那以上就是簡單的台子競選 那接下來我們看台積電齁 台積電 就還不錯齁 上次阿力給我說 這邊壓力變支撐的地方 要觀察451齁 阿470跟459這邊齁 跌破呢 跌破的話 有可能會來到這裡 阿但是沒有來齁 有可能會去測這個 這個那個 就前一次盤整區的上緣齁 阿昨天確實也在盤整區上緣齁 有止跌的跡象 阿這邊有撈底的齁 一樣就是 明後天就是觀察齁 45 450 有吃兩口單的齁 這個 470齁 470都記得調節一口齁 阿留一口堵什麼 堵這個盤整坡斧整個 往上到天花板去齁 阿確實 那470 你昨天有看左邊這邊齁 去做你出單的交易策略齁 都還是有答證齁 阿如果說昨天拆底有吃到 那恭喜你 470齁 就是觀察他 漲上去有沒有再跌回來 收有沒有收在470以上 目前看起來是有收啦齁 那有時候我們做他等幅測距的那個的話 就是往上加大概20塊 這波幅越來越大齁 我記得他一天本來都是5塊左右 阿現在盤整波幅 因為有大跌跟大漲 所以波幅越來越大 格局來到約略20塊 那20塊再往上加的話 我們下一關可能就觀察490 這邊 有沒有撞頭撞不上去齁 或是這一關 481 481跟490 都值得觀察的 價格的位置齁 就是觀察他481上去 有沒有再收回來 沒有收回來 下一關就直接490了 那往下呢一樣齁 就是觀察450 451 這邊有沒有形成一個有效的支撐 通常都會下去上來 下去上來來兩次至三次不等 如果萬一盤整盤的話 你就是回檔要再接的齁 建議接在450 449 451 這個價格的位置 萬一這邊如果有失守的話呢 應該又回到430 波幅的格局就大概像 這邊盤整區20塊 20塊 再上去20塊 然後回來20塊再上去20塊 台積電的格局跟波幅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接著看下一檔 連發客一樣嘛 先看左邊的低點去做右邊高點的出貨 都出得到齁 包含今天也是出得到齁 652齁 那時候建議是吃在606跟或者是610左右的價格 這邊有到齁 大鐵以後走完盤 昨天有落底的也恭喜了齁 今天就可以馬上出到昨天高點的相對位置 我們看一下本來是657嘛 這個比較有點可惜啦 它應該戳過657齁 然後再走橫盤戳 目前看來是沒有 變成說短線你要超這一檔的話 可能就是 下次有拉回齁 接近608、610這邊 吃兩張齁 這邊就直接打一張掉齁 波幅大概是30塊 那我們就以這30塊去抓它的等幅車局 它如果往上嘎過去順利的話 應該可以到680 那610萬一失守的話 往下可能就減30 應該會到580 但是580下面還有個597在守 我就看它明後天怎麼表現 短線盤整的格局就30塊嘛 上去就加30 下去也減30 那以上就是聯發科簡單的策略分享 那接下來我們看長龍齁 創新高以後90要守得住 90也要站穩 站不穩的話就容易 容易有沒有 容易去測這個低點 剛好昨天也有測 在這邊有走橫盤 那昨天有撈底的齁 有撈底的齁 本來是建議大概90就是這邊 90或994 89到90這邊價格齁 要出一張吊 做它波幅齁 大概4塊5塊格局的事情 明天有拉回接近這個位置 又有盤整 你就跟著來吃看看 這樣就可以5塊5塊的價差 來回加減賺齁 那一樣我們就直接分析 它今天跟明天的格局 我們大概遇到狀況會是怎樣 就是84嘛 8485找買點齁 這邊吃兩口90出一口 那因為這個收沒有收得很漂亮 但是我們先把格局看出來 就是8485吃兩口 90出一口 那留一口堵它到天花板 那剩下一口 但假設90有出到 明天拉回8485再接一張 做它5塊盤整坡的格局 那8485如果失手的話 下一關可能就要觀察 80跟79這邊的價格 好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紅海 紅海在這邊有沒有 奧力給一開始也有建議嘛 大漲大鐵以後 不要急著吃單 低點假設抓99100 高點抓103 103站上去不能收回來 不容易就回撤這個低點 所以我們紅海一樣 它的波幅還是一樣3塊 還是在3塊內的格局 格局裡面盤整 就可能這樣來來回 不知道盤個幾天不一定 有時候像這個一盤 可能就盤個一個月兩個月 都3塊上去3塊下來 3塊上去3塊下來 只要你的交易策略 有遵守紀律的話 就是 抵單 抵單 停損沒有來 來回坐3塊的買菜錢 跟拎盤的錢加減賺 留一張抵單 爆到天花板 另外一張籌碼 就是下來吃上去賣 下來吃上去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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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損不來呢 盤整格局你就3塊3塊加減賺 停損格局沒有破掉 停損沒有來 就堵它到天花板 大概3塊了 阿一樣喔 我們再重複一下 就是 鴻海盤整格局約3塊 往上的話就106 觀察106 99有跌破的話就觀察9697 那我們接著看下一檔 0050 有沒有 左邊這邊告訴我 12.95 上去不能再收回來 收回來容易測什麼 測這個D 這邊上去是不是收回來 就測這個D 如果說昨天Laudy有做到的 或是有參考左右對照圖 去看好左邊去右邊做吃單的動作 那恭喜你在這邊 也還不錯齁 你有機會吃在109或110的價格 賺它的PROF也大約3塊的事情 這個格局也越來越大 我記得這個一天的PROF本來是不到2塊 現在來到3塊 那未來有可能不排除 我會在這邊上去 上去下來 上去下來 就阿魯吉爾之前就有說 它容易第一個要走橫盤 橫盤就上去下來 上去下來 那上去下來是要幹嘛 為了累積量能 累積這3塊PROF的量能 看有多少弟兄在這裡 萬一有一天它成功的向上突破 這波量能就會整個往上嘎 嘎到天后板去 或者是說萬一有一天1084手整個往下 往下灌下去 也都需要靠這波量能來累積 短線的格局我們就約略這樣看 109、112波幅大概3塊錢 那3塊錢往上供滿足等伏車區約略在115 所以115下一個是我們下一個要觀察它 漲上去有沒有站回來的關鍵價格的位置 阿下呢就是109 阿109萬一失守的話呢就是大概116 116或115左右的價格 就是109-3塊嘛 應該是在116 但是116下面就有個108守在這邊 阿昨天也有回測嘛 阿確實在109也都守好 所以是這應該算是個有效的支撐 比較有效的支撐 那未來的盤人格局就大概3塊 萬一109失守就106 那112沒有再收回來 有上去再往上攻的話 下一個滿足區就是115 好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HTC洪達電 這奧力給之前有建議 這邊 63 60 站上去不能再收回來 收回來就容易測這個低點 阿昨天有回測 回測沒有到 阿昨天本來觀察的波幅應該本來是7-8塊 阿昨天大概越說越了 收到大概剩4塊 我們看63上去呢 本來是多少 56到63本來有7塊 那63回來多少 63回來 也是大概7塊 也是大概5657左右 阿 有一種底 底好像 沒有破底 阿在這邊走橫盤 破幅大約7塊 阿昨天落底有吃單的 你有做左右對照圖去出單的話 你應該可以觀察到大概這邊 61.5上去不能再收回來 收回來容易怎樣 測這個前滴 阿沒關係 明天就觀察5657的支撐 在不在 阿盤整波幅呢 大概也是67塊 我們就抓6塊好了 萬一61有站穩有攻上去 下一關就67 但是67之前有個63 也要觀察說 它漲上去有沒有再跌回來 果然最高就是到62.8 阿現在收回來了嘛 收回來明天就觀察這個 這個低點的價格 阿建議是最好是在那邊走橫盤 或是說你這邊有賺到了 你就可以直接吃 阿如果說你沒有賺的 你就觀察這邊 56.7或是57有碰到 有沒有像這樣走橫盤 阿有的話你就跟著吃看看 吃這個價格吃看看 阿防守一樣 是浪個2塊3塊 阿6塊 6塊的等幅測去 我們去抓的話就是 往上攻目前是高點63 低點57 阿波幅大概是7塊 往上攻的話就下一關 63有過去就觀察70 那56如果失守的話 要觀察4849 格局不變 跟前幾天分析有大同小異 因為它還在格局內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原大高古錫喔 一樣喔 觀察27.19 站上去有沒有收回來 收回來 這有點可惜喔 應該是要收在19以上 阿但是沒關係 在這邊搓好搓 還是勉強可以接受 阿一樣不要急喔 吃蛋的點位還是建議去觀察 下次有來到26.41 再跟著吃看看 阿防守一樣防守個 可能1塊2塊 阿當然這種原大高古錫跟 0050喔 比較 比較人 人家比較少在做當中 阿沒關係 我們再加減看一下 阿它的波幅格局大概是 本來是7角嘛 阿現在看起來 27 27.3 現在大概有9角 接近1塊價格的波幅 阿未來有可能不排除 就這樣橫盤 看要走多久 那整個往上的話呢 就是大概27加1塊28 阿往下的話 先觀察26 那26如果失守呢 應該會 26.14或25 那邊的價格 再觀察看看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連電一樣齁 大漲大跌以後 第一個低點 不要吃 第二個有低有高齁 第二個高點39.55必須要觀察 回測有吃3955出一張 留一張堵他到天花板 39.55呢 上去不能再收回來 不容易就 就怎樣 會去測這個低點齁 有沒有 39.55攻上去不能收回來 收回來直接灌破這個低點 那灌破這個低點呢 也不能收上來齁 收上來的話 就容易怎樣 去撞這個相對高點 或是說這個相對高點 確實也有達證嘛 你如果說在之前你要做當沖的 或是隔日沖的齁 就這樣你就該賺的一塊錢 兩塊錢 你應該都賺得到 昨天如果有佈局 敢佈局的話 也應該也還不錯 對啊 你看一個跳風開高去撞這個 撞這個本來支撐嘛 本來預計要變支撐啊 就不能收回來的 然後現在也變壓力 39.2 我們看有沒有到 也沒有到 大概39左右 所以明後天呢 要觀察未來的橫盤格局 就盡量 短線當中的要出單 就出在39 如果說你36有吃的話 3637這邊有建倉的話 出39 回來36370來接 波幅大概兩塊錢 向上噴觸有滿足的話 先去觀察這邊有沒有假突破 或是說39加兩塊 41塊直接把它打掉 但是41塊這邊有40.5 建議就直接打40掉 下面有吃兩張的40打一張 留一張怎樣 賭它到天花板 一張如果萬一明天賣到了 又有拉回呢 3637再跟著接看看 或可能就接這個低的 37.15或是36.75 這邊是比較屬於做多想上班的地方 那一樣下面有吃兩張的 記得兩三塊加減賺 這邊一張加減出 做它的來回盤整盤的 的那個 交易計畫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陽明一樣 大漲大跌以後 先觀察它的高點低點的格局 假設你這邊沒有做到的 你就觀察這個低點 81塊 高點 84塊 這邊有創一個新高 85 87塊 坡幅也是大概五六塊錢 就盡量去吃 吃這個盤整坡 盤整格局 相對下緣 跌下來呢 不要直接吃 看這邊有止跌 再下一根跟著吃 你應該都可以吃在8182左右的價格 那我們知道它之前的坡幅就約一約五塊啦 有時候你也可以說 假設我要做當沖隔日沖的 它坡幅五塊到 你就先跑一趟 就是81-5大概86 我們看86有沒有到 也可惜也沒有到 就可能在四塊左右 這個格局有點被壓縮 就是可能上有壓啦 下有撐啦 就壓在中間 那一樣明後天就觀察這五塊的坡幅 有沒有往哪邊失守 那假設有失守的話 就是81-4塊喔 因為坡幅 現在坡幅的格局大概四塊 81-4塊的話 就應該在7778那邊等 如果說失守的話 那整個如果突破上去 就85加4塊喔 就可能回到8988這邊的價格 去撞看看 這邊有吃的齁 記得這邊調節看看 或是這邊調節看看 那如果說整個滿足 整個網上突破的話 明天打回來有撐 然後再往上拉的話 就有機會直接去撞這個 那坡幅就變成大概八塊九塊 那也符合之前那個 當日沖跟隔日沖喔 坡幅大概十塊的那種感覺 好像要回來了 那一樣喔 就吃多單 盡量建議吃在這裡 下面有吃兩口 上面出一口 把這個坡幅六七塊 該賺的還是要賺起來 有一個底單 聽說沒有啦 就給它爆到天花板 爆到天花板 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滑邦電 滑邦電今天的格局收得還不錯 它有收在這個相對高點的上緣 我們看一下多少 20.5 20.5 剛好多收個0.05角 明後天喔 如果說整個有再往上攻的話 就是會做它這一波 大概我記得本來好像七角吧 大概就是21 21.5看 或是這邊 對 21.5 明天要有機會去攻這個上緣 觀察它 攻上去有沒有站回來 站回來就容易怎樣 容易去回這前滴 這個格局大概就這樣子 往上觀察21 往下觀察18 吃單如果吃這裡的 記得這裡的來回坡 加減跑一下 就我們看下一檔 長程有沒有 70失手 觀察這個 你這邊假設做不好有停損 你在6566都可以吃回來 一樣做它坡幅大概4塊的事情 記得奧力給我建議 你這邊有建倉的 這70先打掉一張 留一張這個底單 堵它到天花板 目前看來坡幅的格局 一樣是約約在4塊左右 只不過它是變成6566到7 7071這邊的價格 一樣我們破斧如果抓5塊來算的話 它如果往上攻上去 下一關就觀察75 或是說這個74.5 因為看左邊做右邊 下面有吃兩張的 這邊調節一張 留一張堵它到天花板 或是說明後天看它在這邊 怎麼上去怎麼下來 建議盡量就去等70 或是等65這個價格 這樣會比較有賺頭 未來有可能不排除就是它 未來幾個月的橫盤格局 可能就會比較大 60幾塊的股票橫盤的格局 居然有快10塊 通常都是 大概當日沖或隔日沖 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台亞 看一下前高多少 41.35 有點可惜沒有收在41.35以上 但是它又來了一個創新高的格局 那我們就以新高跟進低的格局去看 高點42 低點40 波幅大概2塊半 所以一樣建議 3940吃兩張 賺兩塊或兩塊半出一張 整個如果往上有嘎上去的話 就這裡 觀察42沾上去有沒有跌回來 跌回來就準備這邊再吃蛋 去賺它兩塊的盤整盤 那整個往上有供出去的話 下一關可能就觀察44 先觀察42 再觀察44 那往下的話先觀察39 跌破的話可能就觀察38 或37 就上下撿兩塊 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台勝科 它格局這邊被打破了嘛 打破我們就要看它新的格局 那這邊本來是支撐 現在可能變成壓力的部分 那一樣大漲大跌或是格局改變以後 不要低一個接刀 看哪邊有人接 我們就跟著接看看 那接了以後呢 我們要做好新的交易計畫 就是說假設它低點是152 高點是161 我們接下來未來就是做152跟161的盤整盤 接近152吃看看 吃兩張161直接丟一張 看它要橫多久 就跟著這樣調節 就8塊10塊加緊賺 把你盯盤錢買菜錢賺回來 在格局還沒有打破之前 你的停損還沒來之前 你的152的單就堵它到天花板 大概這樣 那如果說這邊152 151 我們波幅假設抓 抓8塊或9塊 我們算9塊好了 9塊來做等幅測距的話 152萬一失守就是減9塊 下一關可能就要觀察142 或141 143 143左右價格 那如果說往上攻堅 有滿足的話就是161加9塊 可能觀察170 170這邊有 就170 171或167 這個站上去不能再疊回來 以上就台勝科 我們接著看下一檔 光耀 光耀 有沒有 本來是25跟28嘛 四手就22 22有走橫盤了 好最喜歡走橫盤了 那有走橫盤以後呢 就是明後天喔 你要做當沖或是做隔日沖的 建議觀察21.9這個價格 一樣吃兩張 防守個一兩塊 然後第二張出在哪23.7 波幅大概多少 看一下21.23.7 波幅大概1塊7 一塊一塊半左右 23.7 21.9 我們抓一塊半喔 就是這一塊半加減賺 橫盤不知道會走多久不知道 但是在 在交易計畫上就建議這邊吃兩張這邊出一張 吃二出一一張 一張來回出 一張底單留著賭他到天花板 看什麼時候要再去撞2425 那未來盤整格局大約 一塊半至兩塊 之前的格局我記得是三塊 所以這個盤整格局應該有三塊的實力 所以你就抓 也可以這樣抓啦 就是21吃 24m 就賺他三塊的盤整坡 底單留著格局沒有坡之前賭到天花板 那接著看下一檔 新勝利喔 一樣喔 之前建議吃蛋的點位是這邊嘛 這邊破了嘛 破了你不要急著吃齁 就等他走橫盤 那接下來明後天走橫盤的低點 我們先抓出來 低點是30.1吃看看齁 高點是31.6賣看看 波幅大概一塊半齁 未來有可能就一塊半的來回的盤整格局 跌破失手的話就是28.5 噴上去的話就是31.6跟33 都要觀察 確實這邊有套牢區齁 就這幾個價格去注意 那接著我們看雙紅 雙紅有沒有 建議吃148或151的單子嘛 那有吃到呢 左邊這邊記得打一張掉158 158記得打掉 你就避免就不用去承受這樣回檔 那你一張有出掉的呢 你一張底彈留在這邊 然後這邊萬一明後天又回來 150 151 你又跟著吃齁 繼續賺他盤整格局8塊的事情 阿底彈留著 在這個格局還沒有 整個亂掉之前 賭什麼 賭他噴到天花板 回到150跟190的盤整格局 那這邊如果說失手的話 我們盤整格局抓9塊齁 9塊往下失手 下一關可能就觀察141 那噴出159有站穩 我們就整個往上的話 我們就觀察168 對啊 這個168 169這邊 應該有機會明後天會去公看看 如果公上去的話 觀察他有沒有撞不過去的跡象 或是說你就先調節一下 然後再看他橫盤拉回的格局是怎樣 像這樣 橫盤有高有低 你再去開始重新建新的交易計畫 跟格局的規劃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好啦 以上就是台子近期 簡單的交易策略的分析 最後還是不免適的再提醒大家 我們講那麼多呢 最主要是講觀念跟格局 教你怎麼小賠 教你怎麼賠錢 教你怎麼小賺 教你該如何大賺 他還是提醒一下 賺多賺少 你沒有辦法控制 我也沒有辦法控制 但是賠多賠少 是你自己的籌碼 你自己可以控制 我也可以控制 所以可以小賠 那就建議盡量不要大賠 那這樣做呢 就會有一個好處 未來你在面對這種股票市場的交易行為 你就只剩下小賺 大賺 還有小賠在等你 除以三的話 各三分之一嘛 就表示說 你有66%的機會 是在等小賺跟大賺 那33%或34%呢 是在等什麼 等小賠 那這樣你在操作 是不是就覺得格外輕鬆 好像整個世界都掌握在你的手裡 這個標的物你說怎樣 他就怎樣 那其實呢 其實也沒有改變啊 他標的物還是照他的格局跟慣性在走啊 你有沒有把你的價格調整為 變成看圖說故事 他盤整橫盤 下緣的價格再吃 上緣的價格再調節 這樣教育是不是就很輕鬆 然後你在看很多標的物 你就會越看越豁然開朗 最後歡迎各位觀眾 在留言區留言 如果說你有想要了解的標的物 可以免費的為您做分享 以及建議 還有格局的觀察 到最後 看到最後 祝福各位觀眾 有看完的 你們的標的物每天都長不停 看完有訂閱有分享的觀眾 你們的標的物每天都長停板 謝謝各位